那好啦 那可是一般人 你不晓得说 我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 我只是一般的感冒鼻涕 所以有时候会轻忽 那说一点是如果 刚刚医师讲的 如果超过10天 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善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 其实大部分的急性鼻动炎 它是会好的 因为它是一种 比较深入的感染 所以这种病人呢 常常要吃药吃久一点 就是类似那种削痰 削化痰的杀菌的药 有一些收缩的药 可能要吃久一点 有的甚至要吃到两三个礼拜 但是基本上90%以上的鼻动炎 它是会好的 很多病人听到鼻动炎 这三个字好像很紧张 好害怕 好像以为都不会好 其实大部分的鼻动炎 急性鼻动炎 它是会好的 如果你没有一些 构造上的一些瑕疵的话 它服药把细菌杀死 这个鼻动会恢复的 就慢慢就恢复了 那刚刚也有讲到说 所谓鼻涕 就是那种浓化 倒流 是因为我们糖质才会倒流 还是说我们结构上的问题 它也会有倒流的状况 其实我们所有鼻子 里面的分泌物跟口水一样 都是倒流的 它都是倒流的 其实当它是一般的 鼻水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是没感觉的 因为鼻子里面 本来就鼻水湿湿的 可是当这个分泌物 变厚变浓的时候 你时时刻刻都会觉得 鼻子后面卡了一个东西 有一股痰 下不去也上不来 对 这时候就是分泌物就是变浓了 其实变浓常常 它不是一个过敏性的反应 就是一种发炎的反应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发炎 这个原因 这个细菌给杀死 然后鼻豆炎就会好 如果这是属于急性鼻豆炎 所以比较好治疗 可以透过吃药的方式去治疗 那如果说比较是根深蒂固 那种鼻豆炎呢 它治疗方式有一样吗 有些人他的鼻子有瑕疵 他的鼻豆可能多长了一些东西 还是它结构上有不妥的地方 造成那个鼻豆 我所谓的这个旁边的 这个鼻道旁边这些鼻豆 它那个门是堵住的 卡住的 不通的 一旦细菌一进去 你早都找不到它 它就躲在里面不出来 这种鼻豆炎 它就会一直 一直在那边 这种鼻豆炎可能会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甚至很多年 它会好不了 这种人就一直有 持续性的这种鼻涕倒流 或者是鼻塞 鼻涕很多的状况 这种鼻豆炎就比较难好了 那这样怎么办呢 它也是也只能单纯靠药物去治疗吗 还是说它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一般有一些 如果它没有长所谓的鼻息肉 鼻息肉就是鼻豆里面长一些 它不应该长的肉 就是新的肉 它可能一块两块 五块十块 五十块 它可能长这些新的肉 把鼻豆的所有的通道都完全阻塞了 如果是这种鼻息肉的问题的话 它基本上吃药是不会好的 可是鼻息肉为什么会长出这息肉 也是每个人忽然间就长出来吗 其实这是一种先天体质的问题 很多人他是遗传的 他家族可能就有这种鼻息肉的问题 有人可能是工作上的问题 他们可能在工作上有呼吸到一些东西 容易吸一些脏东西进去 然后不知不觉就开始长了 对 比如说有些人 他是做装潢的 他吸那种木屑那种东西进去 那是很糟糕的 他会刺激这个鼻子里面长一些 他不应该长的这些肉 这些肉他就堵住这鼻豆里面的 一个每个小房间的这个门 然后里面就会一直持续 就会有浓 他就会好不了 所以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根本的 去把这个洗肉切 这要切除吗 对 传统的鼻豆眼手术 我们也大概都听过 就是把那个脸掀起来 从这个下面打进去 听起来好恐怖 对 本来传统的手术是这样子 可是大概在三四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奥地利的医生 他就针对这个 从鼻内部发展了一套 这个鼻痘内视镜的这个手术 的一个原理跟器械 现在呢 鼻痘手术基本上都是叫做 鼻痘内视镜手术了 它都是从鼻孔进入 而且也是微创 所以等于是也不会有 外面有伤口就对 也不会有 对 对 对 它基本的原理就是把这些 息肉尽量清的干净 把它打除嘛 对 然后把这些每个房间呢 都把它那个门 把那个口都打得畅通 让这个里面的东西可以流出来 让这个通气 让这个鼻痘不会再累积细菌 说点是鼻痘算是 还不算是非常严重 会不会有人因为鼻痘也一直 可能找不到好的医师 或者是不晓得说它 会恶化或怎么样 它会恶化到某个程度 变成什么样的疾病吗 会 其实鼻痘 你仔细看这个图片 鼻痘就散布在这个眼睛 跟这个头脑的正旁边跟下面 对 所以有些鼻痘炎 它严重的时候 它会跑到眼睛里去的 这个眼睛 眼球 眼窝里面 对 膿会跑进去 有的甚至还跑到脑部里去 这些会造成非常严重 甚至致命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有些鼻痘炎 它会 它就是浓 因为它是浓嘛 它会破坏周边的组织 如果这个浓呢 它一直卡在一个锁住的房间 鼻痘里 它会一直膨胀 往最弱的那个骨头 就给吃进去 有的会吃到眼睛里 甚至吃到脑部里 所以这些人很严重 另外有一种病人 他是有免疫力下降的一些病人 化疗癌症的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 这些病人 他有时候得到一些 一般的鼻痘炎 他可能也会走这种路线 不容易好吗 因为他抵抗的那个细菌的能力不强 他也不容易好 所以这些人如果有鼻痘炎的话 如果一直拖下去 偶尔他也有可能有这种 比较危急的并发症 所以点是也不能轻忽鼻痘炎 以为他只是一颗些化膿而已 然后或许你又不痛不痒 这样子 可是久了之后就有危险性了 那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鼻痘炎 事实上还有许多的一些 慢性的鼻病 也要特别注意 像以目前来说 好像这几年 好像是不是台湾的鼻咽癌的人口数 有越来越多的状况 其实鼻咽癌在台湾 都是属于前十名的一个癌症 其实在2009年 它是第11名 在2008年 它是第9名 但是它在我们国人里 也是属于一个蛮 大家常会听到的一种癌症 对 鼻咽癌呢 它是长在鼻咽 或者鼻子的最后面 又更里面了 对 就是我们鼻子这样呼吸进去 然后它空气要转个90度弯 才会往下面 往肺部走 就在那个转弯的地方 就是鼻咽 鼻咽是一个在头壳正中央的地方 它很难看到的 所以一般鼻子检查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那边如果长了一颗肿瘤 常常是很难被发现的 被忽略掉了 那通常好像会发现 就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是不是 对 一般鼻咽癌被发现的时候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就是颈部已经 会肿吗 已经转移一颗在这边了 所以你想而知 就是说它早期时候 没有被侦测到 当你第一个侦测到的时候 它已经转移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在它早期的时候 去发现它 那个当然它自己的 机会就比较高 不是通常我们健康检查 会检查到这个部分吗 就是不会 但是在鼻咽开始长东西的时候 它都有一些早期的症状 对 还有哪些症状 因为这个东西 它长在鼻咽的时候 它都会长在耳咽管的旁边 所以这些人大概一开始 就会有一些耳咽管阻塞的问题 他会觉得耳朵闷闷的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单侧的中耳炎 或者他有时候鼻涕倒吸的时候 还是什么 觉得单边鼻子会塞一点 或者倒吸的时候会有点血湿 还会有血湿 对 其实如果你觉得 有这种单边的中耳炎 或者鼻涕倒吸 有点血湿的话 你可能早期就会找一个耳鼻喉科医生 用内视镜去看鼻咽那个部位 因为鼻咽部位很难被发现的 仔细看如果有异样 就马上做切片 早期治疗这种致抑率 基本上是八九成以上的 都可以完全治愈就对了 所以它还没有演变成为鼻咽癌 还没有演变成癌症 还是说它已经是癌症 但是是早期的 所以还是可以把它做治愈就对了 所以它如果通常你们 到你们门诊的人都是很严重的吗 还是说它也因为这样的症状出现 然后赶快去做一些治疗 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 我所谓说过的就是身体会说话 看你要不要去听 其实这种耳朵闷闷的什么 这个可能都有一阵子了 可是我说过鼻咽癌最常来找医生的 被发现的时候 它颈部都已经肿一颗了 所以这都已经慢慢拍了 所以等于是它颈部肿一颗 已经到第怎么样的阶段了 其实这也不一定 有时候肿一颗 有的可能肿一边 有人可能肿两边 有人可能还善意到别的地方去 总之它到这里就已经 局部已经转移了 那哪些人会对于这样的鼻咽癌的疾病 是属于比较高危险群的一些人呢 其实鼻咽癌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疾病 它是所谓的一种叫做广东 广东人特有的疾病 为什么 在中国南方广东福建 甚至台湾这个地方 鼻咽癌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怎么说 这有人说是一种基因的问题 有人说可能像 比如说广东人跟爱斯宾基膜人 这种比例都很高 他们发现他们常吃一种咸鱼 也是跟这种鼻咽癌有关 他们也发现EB病毒 是一种病毒的感染 也是跟这种鼻咽癌有关 有些人他有些遗传的一些问题